各位朋友 就帶來新媽新媽這個單元了 看過這個單元的朋友們 大家一定有一個共同的感覺 那就是來的新媽呢 不管是新媽或者是新媽 大家不但非常的偉大 而且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都是非常的可愛 今天到我們現場的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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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歡迎 鳳蘭花 各位朋友我們現在歡迎 鳳蘭花 好 家人來到 兩位可以到了 找了兩位復花使者 還是不太稱頭的復花使者 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有這次看到 鳳蘭花跟以前不太一樣啊 以前是長髮 對啦 不管長髮短髮 你是長短兩相一樣 是嗎 謝謝你 可是人家說啊 這個長髮未君簡 短髮未君留 你這個短髮是 為哥 為哥啊 問哪個哥哥 不是哥哥 最近 因為我差不多有兩年沒有出唱片 正好呢 這個公司就找了一些很好聽的歌曲 希望我能唱 那我想 這個機會蠻好的 但是呢 這個頭髮 公司希望我 建立一個新的形象 是是是 所以就把一狠 頭髮把它剪下來 剪掉了 就是說你長髮留了很久了 最少15年了 15年以上的長髮 忍心把它剪掉 最近有沒有打算再演連續劇啊 除了出唱片以外 戲還是很少看到 戲是這樣子 因為 我希望能夠碰到一些很好的劇本 是是是 我才會考慮在演 對對對 而且平常大家除了聽你唱歌 看你演戲之外 從來沒有人看過湯南華的媽媽 各位談談你媽媽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我媽媽 她是一個非常保守 而且 在教育我方面 我們啊 我說她很多小孩嘛 我哥哥姐姐很多嘛 九個嘛 我說我們 她非常注重我們的禮節方面 還有這個 對人對事 一定要 心地要很好 而且要有誠心 對人家一定要誠心 就是對子女的教育相當的嚴格 對 非常嚴格 今天呢 很榮幸邀請到湯媽媽媽來到節目當中 歡迎湯媽媽 哇 哇 湯媽媽出場跟湯南華是一樣的 哇 哇 哇 這哪像媽媽啊 這真的是姐妹一樣耶 謝謝 湯媽媽怎麼會這麼年輕 又這麼漂亮 那麼由這一點呢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的女兒對我是多麼的笑聲 因為她對我好 讓我開心 所以我生了九個孩子 孩子都這麼大了 我還是這麼年輕 南華 我可以講南華嗎 可以可以的 南華小時候 調不調皮啊 她小的時候非常調皮的 一點都不像個女孩子 沒事啊 就跟著小男生一起爬樹啊 抓魚丘啊 打彈珠 想不到長大了以後這麼文靜 小時候她就喜歡唱歌嗎 她從小啊 就喜歡唱歌 而且她唱歌唱得 比所有的姐妹都唱得好 她是怎麼進入歌壇的呢 就是這樣子的 你曉得那個時候啊 大家都早日拍電影嘛 我女兒真是勵直天生啊 我只恨我 晚生了幾十年 結果啊 這辛丹就找到家裡來啊 這女兒呢 在這方面有天分 我這個做娘呢 當然也不方便說 不讓女兒做什麼 是是 讓她自己自由發揮 你看現在她這種成就 我這個做娘的感到 多麼的光榮啊 是啊是啊 那藝人啊 都會取藝名 她的名字是湯南花 那是她的本名 還是她的藝名 她的本名 她的本名 她姐姐叫什麼名字 她的姐姐 你會看問哪一個啊 我們家裡花多呢 那您您到床頭說一遍吧 不是 別人要打聽我們家 女孩子的名姓呢 我倒可以談一談 這關你什麼事啊 你不是結過婚了嗎 我是結過啊 可是我今天沒有結啊 不是 我聽說 我們大家想知道一下 比如說她叫蘭花 是不是姐姐應該叫做桂花 或叫做桂圓 或做什麼的 你們家還有人叫蒜頭呢 哪有這樣取呢 對不起 她媽媽不要生氣 不會不會 我們記得湯南花拍了一個 在日本拍了一個廣告片 叫做洋夫人 是不是 她就演起來像個賢妻娘母一樣 什麼叫做演起來像個賢妻娘母 我女兒本來就是賢妻娘母啊 我的意思說 當時候是不是以媽媽的形象去拍攝 孩子 告訴她 對啊 我媽媽是非常 就是賢妻娘母型的 所以呢 讓日本人找我的時候 要以我媽媽的形象 那乾脆找媽媽去拍就好了 不行啊 媽媽不夠漂亮啊 媽媽真是太客氣了 媽媽不但漂亮 而且生了女兒這麼漂亮 其他的子女一定都是相當的漂亮 我們家就屬蘭花最漂亮 媽媽您知道女兒的成名曲 第一首成名曲的 我當然知道了 壞心的人 壞 不對啊 復興的人 這意思一樣嘛 這說壞心才會復興嘛 是復興的人 那女兒演的第一齣戲叫什麼 連續劇啊 哎呦多轟動啊 誰都知道 家喻戶曉啊 叫家喻戶曉 不是 叫一代家人 一代家人 那女兒第一次上的電視行列節目 又叫什麼 第一次電視節目啊 呃 哪有人啊 怎麼 媽媽怎麼不講清楚一點 她第一次上的電視節目 是這個參加這個歌唱比賽 對了 嚇得我呀 真是 每天那麼多小孩 我哪來得及被呀 她節目很多 妳看的忘了啦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妳今天這樣子 這個媽媽呢 不但這個 妳的話講得很好 妳來聽聽媽媽媽的歌聲 媽媽是不是可以為我們觀眾朋友們 唱一段這個3D歌 欸好的我唱 嗯 歌聲一定很嘹亮 妳就不要客氣了嘛 好不好 來一段3D歌 鼓勵鼓勵啊 鼓勵鼓勵 這3D歌我沒研究 我還真是她媽媽 今天非常謝謝湯南花小姐 謝謝妳 謝謝湯媽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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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